我8月10号准备跑我人生首个拳马 我只是一个礼拜前收到邀请的 所以一共就只有三个礼拜的训练时间 正常人来说是16个礼拜的准备 所以我在这么短的系练中 没法做很大的改变吧 所以我更是练长跑 然后这样我就可以练一下我的耐力 包括脑子里心里的准备 因为我之前是跑5公里的 所以我没有跑过这么远40多公里 包括这一场马松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我其实也是几年前刚学会了 其实有600多年的高度 所以要爬坡连续要爬可能10公里上下坡 而在中间的一部分 所以我加油了 今天自己最大努力 我今天在做一些长跑 然后也会做一些速度和其他反正我自己 感觉应该做的跑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在看很多不同的项目 所以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从一个项目跑到下一个项目 正好现在巴黎堵车情况有一点点厉害吧 所以我正好我在跑步 然后我妈妈在骑车 然后正好我们速度其实比开车还更快 第一个问题就是到了现场的时候大家以为我是一个运动员 就是准备比赛的 因为我全身都是汗 就是可能有点奇怪吧 但是欧阳精神加油 我从滑雪到跑步 我觉得虽然可能每天的训练是很不同的 但是爱上这种运动精神 包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然后每天做一点点提高 打破自己的界限 做一些可能没有想到是可能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三个礼拜中跑一个马拉松 所以也都是相同的 也都是奥运精神 也都是运动精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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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